那么刚才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梯度下降 通过陷阱回归里面梯度下降 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参数给优化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程序先运行一遍 好 那这是我们刚才优化的结果 初始化一个随机的权重和参数 是为什么 权重和偏的为什么 是不是让他先从某一个点开始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图里面一样的吧 在我们的这个动态图里面 他初始化随机的点在哪里 是不是正好在这个地方吧 对吧 在这里 万万一画 如果说你这个随机初始化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你这个点呢 我把它放到这里 比如说放到这个正好是这个位置 那么他从这个位置也要找到损失最小 怎么做 是不是也要往这个梯度下降的方向去找 是不是找都要找到了 对吧 那这个找的过程中有什么 你找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快慢 是不是我们之前说了吧 那下降快慢 删断于是你从这个山谷 山顶对吧 跑到山顶的时候 它的一个速度 那这里面呢 那这里面呢 就会你跑的速度呢 你会由于学习率影响了吧 对吧 好 那先我们不考虑这个学习率的问题 那在这个里面 对吧 有同学就问了 这个里面的位置和bios 为什么他就能够去进行不断的去变化 对吧 他不断的去修改 修改你这个值 然后达到一个结果 那这个地方我们说了 在variable里面 我们看variable里面 是不是有个trainable的一个参数 对吧 在trainvariable里面 在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trainable参数啊 我们说了 只要你想更新的参数 必须用变量变义吧 如果在这里 我的变 我的这个weight 用一个普通的constant去变义 它能够去优化吗 是不能够的 那如果说 他知道这个变量 假如说我这个图里面定义 一大堆变量怎么办 那是不是他那些变量 也带了一起优化 那所以这个地方 他提供了一个trainable的 等于处和force的这样一个参数 什么意思呢 我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 你这个值到底变不变 能理解吗 假如说啊 我们现在把 默认都是处 把这个weight 设置为force trainable force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象 看一下weight是什么效果 你初始化的这个值 然后最终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值 虽然这样的话 那你全 呃 偏制肯定也变不好啊 对吧 你这个位置也变不好 那你肯定也变不好 所以我们的trainable 就是限制什么 限制这个变量 是否优化吧 哎 trainable参数 trainable参数是指定这个 这个变量 能否跟着 对吧 跟着t度下降 t度下降 一起优化 那么这就是这个trainable的作用 如果说我都设置trainable的inforce 那wbios是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哎 这就没有意义的 当然如果说你现在 定义的其他的东西也有一些变量 那你这个是不是指定一下trainable的inforce就行了吧 他就不跟着训练 对吧 有可能会造成干扰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对吧 我们的程序 首先你再理一遍啊 首先是不是要指定这个准备数据吧 这个准备数据啊 由于我们这里就没有获取其他的数据了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读取的一些数据 特征值目标读取出来之后 是不是你就可以建立模型了吗 建立模型一定要记住了 你的位置的数量是不是根据特征数量定的吧 我们这里自己去定义的这样一个数据 是不是正好一个特征啊 那所以我们位置就一个 如果说你有十一百个特征 你这是不是一百个啊 位置就一百个 好 那么这是这个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说 学习率的问题 好 这个我们来写一下 刚才是我们的这个训练参数问题对吧 训练参数问题 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trainable 这样的一个参数啊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下学习率和这个什么部数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了 你设置了 哎 一般这个学习率呢 都非常小 我们先设置了一个0.1啊 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率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0对吧 200步才训练到接近于0.7.8吧 好 那如果说对吧 我现在改成0.3 我现在再去运行一下 哎 你会发现干嘛了 造成什么结果 看一下这个结果 也说0.3其实对学习率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东西 你理解吧 所以我们先等一下讲这个原因啊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率啊 不能提太高 一般都是也几位小数 两三位小数 四位小数都有可能的 对吧 哎 0.01或者说0.001 以及我们后面有些这个案例 你有可能是0.001这样的一个参数 才能达到一个优化效果 虽然说学习率的大小影响什么 影响你是不是从山顶到山顶的一个速度啊 是不是有可能假如说按道理来讲 对吧 按道理来讲 我们是不是训练了这个学习率越快 所以我们可能十步就训练完了 但是现实 这个训练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所以你训练一个低的时候 你的部数就要调多少 调非常高啊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0.01啊 刚才是0.1吧 现在是0.01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没有 是不是你还得干嘛 是不是把部数再加 哎 你比如说再加500部 对吧 你再运行一下 好 那500部呢 还没有学好 那所以这个学习率大小 不只是影响你这个值 还影响什么 你到底学的怎么样吧 哎 那这个过程 这个学习率也是一个相当于 我们要调整一个参数吧 对吧 那首先我们来说 刚才 当我们学习率大的时候 刚才说了 比如说是这个 哦 三四对吧 你这学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了 哎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哎 全是闹了 对吧 很明显 从这里算着算着 这个值都变得非常非常大 那这个现象 哎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哎 在这里我们称之为 梯度爆炸 把梯度爆炸 也是说 你这个地方 你的直观形状下 你的权重的值 变得非常大 以至于溢出 导致什么 N的值 所以 解决这种梯度爆炸的问题的角度有很多 这后面我们会有 重新设计网络 也就是说你这个网络是有问题的 当然这是针对神经网络来说的 我们现在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对吧 调整学习率 是不是掉吧 学习率要调整 第三个 使用梯度阶段 哎 在整个过程当中 一旦发现你这个变化非常快 那我就 不 或者说抑制你去进行变化 对吧 这后面也会有的 那还有一样是使用激化函数 但这一般呢 这几种方法 第三第四和第一种 都是在我们神经网络当中去用的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旋径率调成一个比较好的指 对吧 当然这个梯度爆炸 它的原因啊 其实呢 就是因为在求这个东西的时候 求梯度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值 在学习率大的时候 它的值会指数的爆炸性的增加 那这个指数爆炸应该大家都知道 对吧 指数爆炸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比如说你这个值 对吧 比如说啊 两二的这个平方等于四 对吧 比如说这个二的平方等于四 然后呢 二的三次翻 对吧 八吧 哎 你的三怎么当 当你这个数字一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呃 这个数字就远比你这个四要大很多 比如说二的六次翻 二的七次翻 二的八次翻 数也很大 那么其实啊 在梯度下降当中啊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就是因为你的学习率太大 导致于它在更新的时候 这个梯度呢 随着指数的这样的增加 它的这样的一个梯度值就越来越大 对啊 至于这里面 它怎么去计算呢 对啊 我们也不用管了 我们只是干嘛 是一个开发 我们开发去做的事情 就是调优 是不是调这个过程就行了吗 观察现象 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好的一个参数 是不是就合了 哎 你不用管这里面 对吧 它怎么去计算呢 难道你自己去实现一个 比它更好的这样一个梯度下降的一个 是什么 对吧 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这个数学运算里面的这些东西 对吧 在Gradian的Desson的里面 它有很多 比如说要求这个梯度 怎么去求 对吧 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用管了 好 那这是我们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吧 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 接着我们先往课件后面去看 这里给了一个概念叫什么呢 作用域 作用域 那我们这个作用域在前面这个Python程序当中 作用域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就哎 你这个函数定一个作用域 我在这个里面只能用我们的这个AB吧 对吧 那在我们TensorFlow当中也有一个作用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作用域呢 其实并不是限定你的每一个部分它的一个作用范围 是干嘛呢 我们先来看 变量作用域是通过一个TF.variable scope去指定的 那这里面取什么呢 取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一个字符创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呢 做一个 相当于是我在这个作用域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是不是属于这个作用域吧 那这里面TensorFlow的也是一样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在后台显示一下刚才写的程序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variable scope 对吧 好 那我们要显示这个程序 在后台显示怎么办 是不是 先干嘛 建立 这个事件文件嘛 这个过程啊 一定要清楚了 TF.summary.fil writer 然后呢 指定你的目录 那我刚才呢 我们就把这个目录呢 这里面test summary.test 这三个先删了 对了 如果说你不同的程序啊 这个英文词会会有一些干扰 因为有的名字是一样的 那单前目录下 temp summary sumary 下面的test 好 指定你把哪一张图放进去吧 session.japh 好 那这个里面 我们的graph传进去了 返回一个fuel witer 好 那fuel writer fuel writer 我们就可以去运行 看一下这个程序写进去 好 然后更新好之后 是不是有建立一个分子文件了 好 那我们去直接按这个目录开启了 对吧 注意双引号 开启这个目录 好 那我把这个呢 复制过来 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呢 显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 当然我们这个标量 还有什么黑色块 有没有数据东西啊 还没有数据 等一下我们再数据 对吧 graph 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你的图子结构了吧 这里面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看到图 当然有点乱 等一下我们会讲的 是不是看到 xdata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特征值吧 w是什么 权重嘛 b是什么 偏执 哎 那你某一个地方对吧 比如说这个权重与偏 权重与特征值 是不是要经过一个矩阵相成 然后再加上你的b 这是不是你的模型建立过程 对吧 然后干嘛呀 sub是什么意思啊 减法的意思吧 它要跟哪个减啊 是不是要跟你的y值去减吗 哎 y值也是通过一个xdata 于0.7相乘加0.8 是不是得出一个正常的结果啊 这是真实值 这是预测值 哎 得出一个差值 然后干嘛 进行平方的运算 然后再求平均的损失了 是不是这整个流程 如果比方给你一张图 看到它的图的结果 是不是你就知道 它程序怎么进行了嘛 对 当然名字你要给取好 这个是不是你的name 指的名字啊 对吧 好 那这里面当然还有个gradient的 这里我们就不用看了啊 gradient的里面东西比较复杂 我们只看这个 我们是要把这个差值拿过来 给它进行 干嘛 哎 进行求这个梯度 对吧 求梯度 然后等等 去返回来更新你的参数 是不是这里有个返回来更新你的参数的意思吧 对吧 好 这就是你的图的结构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图呢 其实看起来呢 比较乱 对吧 那我们这个变量作用域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它可以让你的整个代码的 看起来比较清晰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怎么用啊 tf.variable scope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于是善效和环境 你要在当前这个作用域里面使用 是不是相当于是个函数吧 那所以在我们的tensorflow当中 你要相当于是定义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 或者说定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域 就相当于定函数了 那我们要让 比如说我现在啊 在这里建立一个作用域叫什么呢 比如说叫这个data 就我们是准备data 对吧 那你要怎么做呢 你要v三角文环境 然后我把准备数据的这部分都放到这里 那是不是相当于 我准备数据的这xy处 是不是属于这个作用域上面吗 是不是啊 好 那我再来对吧 再来一个 比如说 这里建立模型的对吧 好 在这里呢 比如说建立模型 那这样的话 是我这部分代码 是在这个作用域下为吗 同时啊 我再来一个 再来两个 再把这个改一下 改一下 这叫什么呢 比如说叫loose 对吧 这是计算损失的 那两个代码 这个呢 就是优化的 比如说就叫optmiz z automizer 优化损失 好 其他的就不犯了 这样一看的话 是不是你就知道 每一部分在干什么 这准备数据 这里建立模型 这里从损失 这里去干嘛干嘛 对吧 是不是很清爽 对吧 比你的这个单独去写 要清爽 所以变量作用域呢 首先在这个做 在这个代码上 就让你代码看得更清爽 其实就像你是不是定义函数一样 当然 你也可以把每个功能 放到这个函数里面 然后把函数 x 外处啊 反回转 可不可以啊 可以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加这个作用域呢 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evens也有了新的 对吧 这里我们先等 不等它了 我们直接自己先开启一下 好 在这里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 看到还是一样看到graph 看一下graph 是不是比刚才要清爽多了吧 那是不是根据我们作用域定义的来的 对吧 data里面数据干嘛呀 去特征值进去模型建立 然后呢 你的目标值跟这边的预测值出来 进行计算损失吧 是不是这样看 对吧 然后这两个值是不是 都要去不断的去优化 这个地方有优化器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程序的结构 那这就是变量作用域的 这样一个作用 首先呢 在这个代码上面 是不是看起来也清爽一点 然后在后台上面 你就能更清楚的看到 别人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讲的这个变量作用域呢 就是这样 对吧 以及我们在同一个变量作用域 取的name相同的时候 它会干嘛 是不是加一个cc-1吧 然后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在这个 即使你在一个变量作用域 或者是不在一个变量作用 取相同名字 都会去进行个-1 区别一下 OP区别 那所以我们的作用域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让模型的代码 更加清晰 作用分明 这是我们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这是作用域